詞曲 李宗盛 想一下 我給你一分鐘 我以為對這個東西沒有很失去 所以我今天去教那個 美安平的那個學生 每個人都在看什麼 他說我電包你們 然後回去狂練 然後是 結果三十個小時就問我 為什麼 為什麼S這麼難拿 不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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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在下面留言 就把我專精7的那個 拍下來 然後就貼上去 哇 老師要貼了 你怎麼辦到了 我們要說我有好好的數學啊 哈哈 好像沒用 他還是沒有數學 他還是繼續玩 走吧 欸 這什麼啊 這段不知道 這段也不知道 紅色的這段也不知道 叫A 那A的平方可能什麼 A的平方 第一個聽好 聽好 在三角形 換一下旁邊 三角形的 A C 珠裡面 三角形的 AC珠裡面 我發現A的平方 會等於 看到 A的平方 叫做 就是它是 六十的對面嘛 所以六十的對面 對面的平方等於 兩邊平方相加 8 減掉兩倍 兩邊的 乘積乘上 夾角 所以是 三的平方 加上 八的平方 減掉 兩倍的 三乘上 八乘上 cos 六十度 這個 是 我在三角形 AC珠裡面 看到的 欸 如果在左邊 這個三角形 如果你在三角形 ACB裡面 我發現你的A平方 會等於 來看好 在這個三角形裡面 A平方 對面的平方 叫做 這一個角度的對面 對面平方 等於 兩邊平方相加 減掉兩倍 兩邊乘積 夾角 cos 所以它是 x平方 加上 8平方 減掉 2 乘上 x乘上 8乘上 一邊 最後一邊 一邊 所以你就是说 A6A平方會等於他呢 A平方又會等於他呢 所以這兩條式子一樣啊 這條式子裡面的數字都有 那Cosan60你知道嗎 這條式子裡面有X的平方 有X的一次 很明顯它是一條24 那你就解他 解得 你會解出兩個答案 解得 X等於3或者5 那兩個答案都可以 這沒有問題啊兩個都正答 OK啦 那解得你的動作你記住就好了 好不好 所以看這樣子的題目喔 欸我可以利用 我可以利用 左邊三號形做一次 右邊三號形做一次 余弦定理 過頭拆巧 借用A 他A用完了之後就不要理他了 跟這兩條式子一樣 用過頭拆巧的方式 然後把A1找到 14題 14題蠻重要的 你可以圈起來喔 它是一個學校喜歡考的題目 很強考 好 你看這14題 你認為14題要怎麼做 哪一堆 哪一堆 Sign 比來比,叫做正好的前例 來,sin 比,你遇到正什麼鞋 正弦,你幫正弦定理 正弦定理,正弦也記得嗎? 正弦是什麼? 來,可以看這裡齁 來,正弦,正弦就是sin A,分之A,學一下,學一下啦,好不好 來,sin,B,分之B 雖然那個,你越考越要考 我現在算是考,來 3C,分之C,等這樣子 等於,等於,等於 等於 你這條式可以這樣寫,你知道嗎? 我終於有點加強一點比 A,比B,比C,就會等於sin A,比sin B 比sin B,比sin C 知道嗎? 他可以這樣寫了喔 那所以,題目告訴你說,sin A,比sin C,比sin B,比sin C,等於2,比3,比4 意思就是,這個題目的意思就是 這個題目的意思就是 這個題目的意思就是A,比B,比C,等於2,比3,比4嘛 意思就是這樣 英雄,換三角形出來 E,我來看一下喔 小A,小B,小C 小A叫做2,小B叫做3,小C叫做4 找到三角形 他要三角型 腳A的tang值 腳Atang值什麼球 A的tang值不會球 啊不會球怎麼辦 不然我們先求果散值好不好 那要問他的tang值啊 我們不知道怎麼球啊 不然先求果散值 果散值會球 想一下果散值怎麼球 想得到嗎 來我給你看到是什麼 正局限定來機的方法給你囉 A B C A B C 我們說 A平方數是等於B平方 加上C平方 減掉兩倍的B乘上C乘上 cos 假角假角現在叫做Acos 長這個樣子 來 你幫他理想 請看 我把B平方移過去 C平方移過去 所以移過去叫做減B平方 減C平方 把-2BC除過去 先除以負號 負號 負號移過去 就是原本負的變正的 原本正的變負的 所以移過去之後 剛是-B平方-C平方 現在變成B平方 加上C平方 剛是A的平方 把負號除過來 -A平方 把2BC除過去 2BC 叫做2BC 等於 右手邊剩下 cosA 所以我發現這件事情 你把余弦定理 稍微移向做整理 你會得到第二條式子長 這個樣子 所以假角 cosA 假角 cosA 等於 兩邊平方相加 減掉 對面平方 除以 兩倍 兩邊相乘 這是 余弦定理的第二套公式 來 你翻 回 看多少 在哪裡 在哪裡 四十七 然後翻四十七 四十七 我們余弦定理 你看一下 從上面數下來 第二個 有什麼叫公式 公式第一個圈圈 叫球邊 右手邊 有一個叫球角 球角請看 你看一個就好了 他是不是寫了 cosA 等於 B平加 C平減 A平除以 BC 除以來 背BC 這條式子 請你也背起來 cos 余弦定理 先背兩條式子 第一條 上面這一個 第二條 下面這一個 回去你要練習一件事情 你要把第一條式子移向 移向移向 移完之後變成第二條 你要多練習幾次 這樣可以確保 你如果考試 就算這個真的忘記了 你還可以移向注意 可以了 啊 移向完之後記得把它背起來 可以了 你在考試的時候 考試的時候你在那邊慢慢移 太慢了 你要把它背起來 考試馬上使用 速度還不快 好來 所以我知道一件事情喔 分析一下好不好 你要怎麼求cos值 你只要有A 有B 有C就好了 這邊也是B 這邊也是C 所以換句話說 你只要有三邊長 你可以馬上求出cos值 所以這邊 這個題目 我三邊長通通都有了 或者說你把它想成是三邊比例也OK 因為它上面是平方 現在是BC相乘嘛 所以比例都可以約掉 所以上這個題目有的是三邊的比例 那一樣 我可以求出cos值 那cos值它要求的是這一個角度 所以cosA 我寫這喔 cosA 等於我要求這一個 所以是兩邊平方相加減掉對面平方 4平 加上3平 減掉對面平方2平 除以兩倍兩邊成績 兩倍的兩邊成績 FB乘C 叫做 叫做 4乘3 等於 等於 4二平方16 16減掉 16減掉 4就12 12加上3 欸 12加上9 21 小心 下面的話呢 是這個2乘4乘3 好不好 8上24 對 8上24 24分之21 1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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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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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可以嗎 來,分析一件事情喔 我們看著正成定理這條式子好了 就這條,我把它重新解釋 A比,短於P比,加C比,幾條2比C 多三,A 問你一件事情喔 如果,角A叫做90度 發生什麼事情 Cos90度還記得嗎 Cos從0度開始叫做 1,0,負1,0嘛 所以cos的90度是剛好叫0 所以當它今天角度是90度的時候 所以呢,A如果等於90度的話 你就會得到A比,等於B比,加上C比方 減掉後面這些東西都會有0 所以是減掉0 來看它叫什麼定理 所以如果說你一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是一個90度的話 那90度對面,對面的平方就會等於兩邊平方三加 所以要B式定理 所以我發現B式定理就是這個余弦,就是它的最原始的狀態就是余弦定理嘛 所以B式定理原來它就是余弦定理的一個特例 你可以接受了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角度 A角度如果小於90的話呢 A角度如果大於90的話呢 發生什麼事情了 那你就會發現 你如果角度A小於90的話就正常啊 就是A平方會等於B平加C平,減掉某一個東西嘛 A平方會等於B平加C平,減掉某一個東西 哇,B平加C平,圈起來 A平方等於B平加C平,減掉某一個東西 來問你喔 它要減掉它才會等它 所以這兩個比起來的時間比較大 好,再開始 它要減掉一部分才會變成它 那這兩個時間比較大 左邊右邊 右邊比較大,對吧 右邊要減少一點才會跟左邊一樣嗎 可以喔 所以,右邊應該比較大 所以,當你的角度A小於90度的時候 右手邊就是B平方 對,A平方會小於B平方加C平方 右邊比較大 那如果角度大於90度呢 角度大於90度的cos是負的 加負的這邊負的負負的正 所以它要加一點點東西 才會跟左邊一樣大 可以接受 所以,右邊會比較小 左邊會比較大 所以A平方大於 B平加上C平方 長這樣子喔 就我們從余弦地理上面呢 我們可以推出一些東西 長這個樣子 可以接受囉 所以,如果 聽喔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你的邊長關係會遵守這條式子 當然你有可能因為角度不一樣 所以你有可能變B平等於A平加C平 有可能它隨便 好不好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個銳角三角形 那你的邊長關係就會符合這條式子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頓角三角形 你的邊長關係就會符合這條式子 這個超愛好 好不好 知道一下 可以啦 頓角三角形 頓角三角形是特別喜歡的 所以呢,接下來 A平方會大於B平加C平 頓角三角形 OK嗎 好,來 好,來 所以看一下啦齁 舌體 來,示範一下舌體 有問題 如果遵守A平大於B平加C平 那A平方 那哪一個角度是頓角 如果遵守這條式子 哪一個角度是頓角 A角度是頓角 可以接受 它叫做A角度為頓角 可以了齁 那這個東西的話 你說這個東西算完之後 它是一個銳角 它是一個銳角 它是一個 欸欸欸 這個 這個不一定是銳角三角形 它不一定是銳角三角形 它只能說 角A是銳角而已 它不一定是銳角三角形 可是如果是這個呢 那這個角A是頓角 那你有一個頓角 一定就頓角三角形嘛 那這個呢 這可以說明 角A是直角 可以接受了齁 這樣子 OK 所以你看一下這 12題 好不好 四個A 所以我問你齁 請問你啊 誰要圍成頓角三角形 你要找到頓角三角形 你就要先找到頓角 可以了齁 你要找到頓角三角形 你就一定要先找到頓角齁 所以第一個 我們說 第一個齁 第一個不錯啦齁 我們說要找頓角 找頓角什麼意思啊 欸這三個邊三個邊都有可能啊 所以你要用2來當對邊做一次 第一個選項齁 4來當對邊做一次 5來當對邊做一次 5來當對邊做一次 媽 你還不是吧 頓角三角形 欸頓角三角形 這樣齁 大腳對大邊 小腳對小邊 所以 最大的那一個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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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對面 最有機會是頓角的 可老師 你要找到頓角 先找最大邊 我要來找頓角喔 那我先找最大邊 那第二個步驟 找到最大邊之後 使用余線定理 那準確來講 應該講說 它是一個三角形的 探斷公式啊 它是一個余線定理的變形 就是我去找看看 A平方有大於B平加C平嗎 去找這件事情喔 看會不會成立了喔 第一個 第一個找到最大邊5 5的平方 有大於有沒有大於2平加4平呢 4平加16 2平就要做4加起來20 第二個 第二個 找到最大邊5 欸 欸 有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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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這25啦 這25 那第二個 5的平方有沒有大於2的平方加上 3平加5平嗎 不對欸 來 你看第二個 第二個它光 它光三角形就不符合了 因為三角形你要兩邊相加大於3邊 它不是三角形 兩邊可能要大於3邊嗎 你2加3沒有大於5嗎 第三角形 找到最大邊 6平方有大於3平加5平嗎 525 525 339加起來 有 沒問題 哥來 得細掉 7的平方有大於5平 這就平嗎 525 6636加起來超過50 10 7749 沒有 第五個 456 6的平方有大於4的平方 加上5的平方嗎 4416 52525 41 超過45 沒有 男生兩個 一個1 一個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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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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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東西看完了以後 我們說 如果我針對角度去觀察 我發現當你的角度A是90度的時候 這個A就是直角 就是直角下行 當你今天是小於90度的時候 這個角就是銳角 他會遵守這個關係 當你今天大於90度的時候 這個角就是頓角 他會遵守這個關係 反過來講 如果他今天遵守這件事情 這個角就是頓角 這就是頓角 這個頓角上行 那今天如果遵守這件事情 這個角就是直角 這個就是直角 那當然如果遵守這個事情 這個角就是銳角 銳角 不一定是銳角上行 可以讓我們看到 三個角都銳角 才會是銳角上行 OK 昨天沒有誰上行 回來到這裡 休息一下一下 等一下回來幫你把 後面的題目補齊 就好了 就好了 一件事 我來的 禁止 我會說 不想說 那些事情 不想說 你不想說 我會說 你不想說 我會說 你不想說 我會說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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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